起碼是小来 起碼 读小学一年班的东永海 和读小五的姐姐是赛夏族原住民 在台北读小学 他们正透过网上课程 和其他三间台北小学的学生 一起学赛夏语 她说很喜欢上这一堂 妈妈就说我很大 为什么 因为说得很好 在另一班 学生妈妈都是来自泰国的 这两个小一学生 就一起学泰文 老师是20年前 嫁到台湾的泰国新娘 她说很高兴自己的母语 在台湾得到重视 那时候非常开心 我就想 真的吗 现在泰文可以在台湾了吗 小弟弟妈妈回到台湾隔离 隔离14天 然后妈妈因为家 她就马上唱歌给妈妈听 妈妈真的很开心 台湾2004年起实施本土语文教学 学生可以按照意愿收读 其中夏家语可以选择不同康钓 原住民语也涵盖16个族的不同方言 另外来自东南亚的新住民 第二代近18万人 当局前年将越南语 和泰国语等7种东南亚语 纳入选项 后方说只要一人选读 都会尽力开课 说由教育部门协助开办网课 社会对课程有不同看法 有意见认为反应对不同文化的尊重 也能够增加学生的语文能力 也有声音质疑 小学生学太多语言是否好事 应该先学好中英文 这些课程里面学到听说读写 也可以跟家长来做一个沟通 再来透过听说读写 能了解他自己本土的 自己家乡的一些文化 有意见